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9月21日 今天是星期四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研究一節是國情的新聞 我們繼續跟大家研究這個 前 外交部部長 習近平的親信 秦剛 秦剛 最近也被美國的媒體出來揭露 秦剛 失蹤了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 秦剛從2023年的6月開始 當時在做外交部部長 一直 缺席外交的活動 秦剛一直失蹤 外界一路盛傳 秦剛被貶職 關於秦剛出事的原因 可以說得上是眾說紛紛 美國媒體就是出來 要爆料 爆這個秦剛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秦剛也在 2023年的7月份正式 被免去了外交部部長的職務 這節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堅持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 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三條頻道 主頻道是升旗易得道 還有我們現在用的星期二日報 這是後備戶口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這是後備中的後備 大家記得訂閱 慎房 就是我們改變使用播出頻道的時候 大家就不發現 因為我們其實還有很多聽眾從來都沒有使用過 星期二日報 他們以為星期二得道就停止了廣播 所以大家記得 除了聽節目 按LIKE以及留言 記得真的要 有空無事要轉發節目 好 也記得很重要 打開我們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記得大家繼續幫忙支持 我們回來繼續研究這個秦綱 秦綱就是失蹤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秦綱禁受外界關注的最根本原因 就是在於 秦綱 秦綱就是習近平身邊的紅人 所以秦綱 被破格提升 也由於秦綱不是有什麼 是正職 而是因為秦綱 就是叫做擦鞋子 深得習近平的歡心 習近平這個人 是徹徹底底典型的 就是當自己做皇帝 做大老闆 最重要 是拍馬屁 拍得夠響 秦綱 透過 做太監 做公公的角色上位 本身在中共官場裏面 都相當之不受歡迎 所以 中共官場的鬥爭 一直都想把這些擦鞋子 不過其實周圍都是擦鞋子 想把這些 做公公的人 把他們掃除 說開做公公 其實李家超 正正跟秦綱差不多 是一個做習慣公公的人 所以 香港有很多勢力都對 李家超 Uncle Lee 聽到你打冷陣 很多人想李家超死 因為對這些擦鞋子相當之不滿 結果 秦綱就是在7月份的時候 當時中國 外交部汪文斌 在記者上回答 秦綱 因為健康理由 就不會出席外長會議 當時就是把王毅 調出來 當時就已經引起了多方揣測 因為王毅當時就不再是外交部部長 就做了 外事辦主任 聽起來 名字比較低級 中國共產黨的編制就是這樣的 所謂的什麼辦主任 實際上官職比外交部更高 尤其是中國共產黨 是中央政治局的委員會 那些叫做小組工作組 實際上全部是由政治局常委擔任 實際上 是最大最大最大 的官職來的 不過共產黨將它叫做委員會 在這個 是秦綱出事的前一天 前外交部發言人 趙立堅 趙立堅也被人騰東沽 趙立堅的老婆 就是在微博發了兩條訊息 就說今天是個好日子 當時就是有消息傳出 就是秦綱出了事 而這個作為外交部 發言人趙立堅 被人騰東沽 外交部肯定是有很多人 對這個拆鞋子 秦綱相當不滿 所以 秦綱出事 大把人出來 就是燒炮獎 真的充滿華人特色 現在就是連美國媒體也出來核實 秦綱被調查的內容 一直消息流傳 秦綱 因為是有婚外情 所以 被解除職務 但是坦白說 中國大陸的官場裏面 有誰就是沒有太太 誰就是沒有這個叫做小三 實際上中共的官場 所有的官員一定要有痛腳 要有依賴 要讓其他人知道 所以其實一直以來 秦綱 是因為 生活作風問題 而出事 這件事 絕對在整個中國大陸也沒有人相信 中國共產黨的官員從來就是以 筆檢點 例如叫白雞王 即是這些 背後玩女人 換妻 小三 收了大量的 尼拉 其實是中國的官場 為甚麼秦綱 會因為有婚外情 出事呢 原來現在美媒爆料 不單止 因為這個 秦綱是有婚外情 更加說的是他 是在2021年 的時候 擔任中國駐美大使的時候 就有這個婚外情 而且這個婚外情 在整個任期繼續持續 不知道是不是被美國間諜搞定了 倒轉了 在外交官 因為 美媒就說這個婚外情 就是使得 秦綱在美國生了一個小孩 而這個就變成了美小孩 美國的美 所以中國大陸 就是說 秦綱 現在的家裏變成了美國人 有美國的小朋友 這個就是美方媒體的說法 另一種說法就說秦綱的婚外情對象 應該是這個鳳凰衛視的美女主播 當然 兩樣東西都不能夠作實 始終都是傳聞 不過肯定 是隨便一樣 因為現在秦綱 已經被燉冬沽 而如果他 是婚外情對象 就是鳳凰衛視美女主播出事 因為涉嫌 是僭越 因為這個鳳凰衛視 的女主播一早已經是其他 更加高級別的官員 的女人 中共就是一個這樣的群體 其實他好像一個原始部落一樣 即是原始人的世界裏面 那些部落政治裏面 他們的女人 就是把他當成是 那不用說了 最有權力的人一定擁有最多的女人 其實中共 的所謂政治鬥爭 以及這個獨裁集團 其實他們在做的事 跟原始人 的部落很相似 這一班話事的男性 就是會坐擁著大量的女性 所以在中共官場裏面 女性 一直基本上都沒有說過事 其實 所以我們很早之前就已經 跟大家分析過了 中共的官場是不會重用女人的 林鄭月娥以為自己 是比習近平 選中 你又不是他的女人 你憑甚麼 別人要看中你呢 這個絕對 林鄭月娥對於中共的政治根本就毫不了解 根據 WSJ報導 Wall Street Journal 他說 秦剛在美國出生的小朋友 這個美小孩威脅到 中共和美國之間的外交 的能力 因為如果你的外交官變成了 是有一個 是美籍的小朋友 實際上你是不是還可以 成為 中國大陸的外交部部長 繼續這個戰狼外交路線 這件事就成為很大的疑問 我覺得這個推測也相當合理 除了你說 是因為有婚外情 之外 如果他真的有個小朋友是這個美國人的話 當然習近平 不能夠原諒這件事 因為在習近平心目中 美國一定是他 最想復仇的對象 因為美國這幾年實在令到 習近平是最沒面子 而習近平這個人記仇 我相信 所有人都應該知道 我們這節也和大家暫時分析到這裏 如果有 更加新的說法出現 我們也會第一時間和大家再說這件事 我們這節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這個不一種 我們可以選擇 如果切勾 我們可以選擇 我們再一次 我們